IKEA或IKEA 他是真正的YouTuber 不是由中国资金 挺台议员大将 行程来到行政院 虽然他一开口是满满感谢 许出许多法案 在咨询发声 给台湾许多的支持 我们特别感到亲切 中国一直担心台湾 为世界的国家的政治力 台湾跟瑞典地理相距 八千三百公里 但民主理念没有距离 光是去年二零二一年 瑞典国会中公开挺台湾 直询家动议高达三十五次 瑞典议员为莫斯 更是台湾欧盟政治关系 及合作报告起草人之一 只是欧洲国家 尤其德国为首 过去主张经济为重 安全次之 不过随着中国势力 亲蒙打猴 从东欧国家开始 逐渐转向亲美友谈 德国也在去年政权转换 梅克尔所属的政党下台 连德国都不在万事 经济挂帅 捷克爱沙尼亚 同样也是亲中政权下台 加上俄乌战争开打 更让欧洲大国考虑安全 跟中国保持距离 亲美同时友台 让过往对台湾陌生的欧洲人 如今能够意识到 太平洋的另一边 有同样抗中阵线 三天新闻林侃军 陈教育的报道 瑞典国会来台访问 一行人从瑞典搭机 得经过转机 飞行时间超过15小时 蔡总统跟访问团 视讯接见 提出台瑞直航运进 期待未来台湾和瑞典 能签署通航协定 展开直航班机 若台瑞直航 渴望节省三到五小时 飞行时速缩短到半天之内 不过我方要促成 通航协定并不容易 过去就曾有中国打压前例 一九八零年 台湾和荷兰 洽谈直航阿姆斯特丹 就曾遭到中国打压 因为航权背后 牵涉主权议题 像是去年七月 驻德代表谢志伟 签署台德航空服务协议 台湾能直飞慕尼黑 他在脸书发文提及 为了防外力干涉 没签订之前 双方都很低调 确保主熟的鸭子不能跟着飞 因此要促成台瑞直航 外交民航单位得多管齐下 努力我旋 目前台湾已经跟欧洲十五国 洽签通航协定 航权谈判若无法官方对口 折衷办法由民航或航空公司处理 毕竟牵涉两岸敏感议题 相关单位多年来弹性变通 这回更要力拼台瑞直航 早日成行 下周各自刚出海中 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